天南地北谈华语 休闲鞋的会员卡我过几天才还你 没事 用好了再还我 不急 本来想着昨天下班后就带叔叔阿姨去买鞋 谁知道一顿饭吃下来竟然聊到九点多 哈哈 阿姨的功力确实比我高出许多倍呀 大师急的 聊天变成她的讲座了 连最后的问答环节也占去了 难得有人听她说话吗 也因为阿姨爱说 我才听到了他们家的故事 原来他们家以前很有钱的 地多 房产多 叔叔还握有一个大牌子的经销权 在当地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家 那怎么不舍得买双好一点的鞋呢 又是那种赚很多钱就为了留给后代的家庭 让大儿子给败光了 做生计失败了 如果是那样还有望东山再起 偏偏是因为好赌 赌输了就借 借了继续赌 甚至拿家里的地器 其他地产房产做赌注 等债主追上门了才发现 赌博害人不浅呢 闯祸之后 大儿子就消失了 找不到他了 债主还在当地到处贴寻人启事 搞得他即使想回家也不敢 以前过着舒服的日子 后来也不知道流浪到哪里了 高粱子弟 对 高粱子弟 成语高粱子弟指富贵人家的年轻后辈 高粱指肥肉和细粱 饭指美味佳肴 细粱是经过加工处理以后的粮食 高粱 高是高药的高 在这里指肥肉 油脂 可别写成高低的高 粱下面是米 不是木 下面写作木的粱是建筑部件 衡量的粱 高药的高 高粱酒的粱 高粱 高粱子弟债台高柱 闯了祸之后逃之夭夭 留下的烂摊子怎么办 只好妹妹来背了 我邻居年轻时打工挣的钱都拿来还债了 把债还完了以后大哭了异常 阿姨说那天晚上母女俩就躺在床上 哭到什么时候睡去都不知道 第二天醒来全身都轻了 如释重负 幸好叔叔当初决定跟孩子断绝关系 不然之后如果再欠债 可能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哎 高粱子弟过惯了安逸的日子 体会不到父亲当初的江山是怎么拼回来的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